近日张志磊接受媒体采访 第一次透露了和帕克的二番战时间 我们计划的这个 我们之前比赛之前签订的有负财条款 因为我作为WBO的过渡拳王 有条件提出这个负财条款 如果我输给他的话 然后就可以重赛一次 如果说我赢的话 这场比赛就没有负财条款了 二番战大概估计在年底左右 媒体还提到 听说中国可能会举办一场拳击比赛 谈判进展如何 现在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然后我们争取 争取去把这场比赛放到中国 现在也有一些难度 也有一些难度 然后现在不过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整个团队 包括经济团队 他们在去做这件事情 嗯哼